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追随薄熙来的 他如果敢这么写的话 这个是不得了 因为在此之前 一直在网上 在过去两三年里面 一直有人把习近平称为重真 就骂他太笨了 是包子 然后就说 习近平应该是最后明朝 被大顺军 大顺军就是李自成了 最后他到 李自成是从德尘门进来的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 在德尘门建楼的时候 还有建楼的时候 我记得还有那个建 就是说李自成设的建 但是比较朦胧了 那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德尘门的建楼上有 所以德尔 李自成是从德尔门进的 北京城 那后来就是那重真就就没招了 就从这个 景山这边这个门 神武门那叫 从那出来上了这个 上了景山 上景山 他其实刚到了第一个亭子 景山那个 那一共有五个亭子 五个亭子是七个 五个应该是 我现在你们那多少多少年了 五个是七个 但我印象是在 从东边上来 第一个亭子 在跟第二个亭子之间 我小时候那棵树 文革的树好像还有 后来就没了 死了那棵树 早就没了 那他呢 就那棵本来是 从真吊死那棵树 应该没了 恐合上 大顺军的炮生 这是他 这是他写的微博啊 微信吧 应该是 我不知道 1月30号晚上7点18分 这是他用的手机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炮 说已经轰响了宣武门 他是说从宣武门进来 我们 我小时候听到的是 是从德上门进来 他说从宣武门进来 那人就这么写了 朱老师站在太和殿前 这个 明朝嘛 姓朱嘛 对吧 最后摇了一遍上课的铃 一个学生没来 这是隐喻了 就是 所有人都跑了嘛 老朱知道该下课了 收拾好 讲义 从神武门走出来 来回溜达两圈 然后登上了眉山 景山叫做眉山 缓缓看了一下天天讲课的校园 就是看看这个故宫了 满天的乌云 然后最后说了一句 等待着 等待着覆盖他最后一句 正在蕴壤的流言 这是 这是应该他照的 故宫那边 那我不知道 就是 我们通常说的桶子河 这前头这边就是桶子河 这边应该是马路这边 那也就这样了 那也就这样 但是他照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可能稍微对一点 这个是中间了 这个位置是那个外波树带的位置 后边这个墙 这是桶子河的墙 这是桶子河 但是很显然 北京的雾霾太严重了 那就看不清了 这是 这个地方是故宫城墙 它不可能变 我出来几十年 它也不会变 所以把它拆拆了 所以这是 这个位置是在 最高的那个亭子上 中间那个亭子上 那现在看起来 就连个树毛都没有 我没想过是这么秃的 但是这段话 是他故意来的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习近平该死了 该上吊了 这是很明显的 那阿波罗的评论说 是他替这个 替这个薄熙来出头了 他认为那 那崇祯帝 今天的习近平就是崇祯帝 这是造反 当年他曾经闹过 在3月15号 3月14号 这个温家宝 2012年3月14号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 开了三个多小时 一直等到路透社的记者 问起重庆的事情 然后 这个当时温家宝讲了 15分钟 就等于摊牌了 他否定了重庆的一切 15号 就把薄熙来就免职了 薄熙来免职 是被习近平关键的一票 9个政治局常委 4个支持免职他 5个 4个不支持免职他 最后一张票是习近平 就把薄熙来给干了 所以当时 孔庆东说是反革命政变 汉奸卖国贼 所以孔庆东说习近平是 汉奸卖国贼 大家听懂吗 我的意思有时候骂我是汉奸 你能清楚了 你能清楚了谁是谁 到底谁是汉奸 后来孔庆东的节目全都停了 历史在线 习近平跟重庆 为什么这么像 这就是分析 这是他组合了不同的文章 就谈到了在重庆末年 明朝经历了很多的 包括蜀裔 包括瘟疫朱瘟 包括蜀疫等等 那从而现代呢 习近平也碰上这种事情 我不知道明昌末年的那个时候呢 其实他的蜀疫就跟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的蜀疫是一个故事 整个差不多了 说历史上 有各种灾难 汉 水 风 地震 都是对人管 这都是感叹的普通的描写 而重庆地最后的结局让人不胜如何如何 他有机会但是一次一次错过去 给人教训 人为什么不能从中吸起教训 战胜命运很难 对吧 为什么叫江山一改秉行难移 江山一改其实 这个秉行难移这是站在人的角度 其实换个角度来讲 就是人很难改变自己 所以江山一改 你得倒着看说 而这江山一改的本身 却是给人塑造一种文化 让人们知道 人从来没有说过算 而江山一改秉行难移 人们不去改变性格 人们自以为的 自以为是的一切 拥有权力的人 自以为是的一切 以为他可以把江山吞掉 以为这天下都是差的 跟今天的习近平一样 他就没想过死就死在这上 对所有人都是一样 活下来的人是什么样 他们为什么能够从瘟疫中活下来 面对灾难 我们怎么能够活下来 与神同情的人 与神同情的人相信神 那灾难的一切 看到这是神在显神迹 换个角度讲 而不是人倒霉了 那神为什么显神迹 那是过去的人做了不好的事情 对吧 他习近平有机会 2017年之前他干什么都顺手 对不对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他非常到位的那句话 今天就在兑现他这句话 而他却把那句话改了 而那句话却是从文书胡萨那来的 他又知道 所以他在去年8月份 从北戴河直接就去了嘉玉关 到了敦煌 去看了文书菩萨的道场 他就这么走过来 他不放弃共产党 他就忘死了 争死自己 对不对 红朝没人了 走向漠视了 官场比比皆是 这是现在的一切 他就举了一些例子了 我觉得没啥意思了 我个人说的主要是孔庆东了 然后他就提到说 中共已经封了 中共用党校去隔离什么 这个这是昨天的 有这个东西在里头 大家想看那个视频的话 用党校官人是这个应该是 不是下面那个 已经封了用党校官人 是这个视频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播 武汉市 我们小区起码要有自信权 他在驱灵 他在网上那人发现的 都从里面这个门口 你和他从我们下屁里面 直接坐过来的 你看几何人 那个人在打电话 那个人很显然不是武汉人 也就是他的医生是从外地来的 拍摄的人是 他不知道这个 起码 所有小区人都蒙在鼓里头 都蒙在鼓里头 他在小区里面 半夜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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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死人 搞死人呢 是 那其实呢 他就 这是中共处理事情的态度 那同时他反映出真正疫情的严重性 对吧 那不会把人当回事的 一切都是 一切都是 以他的政权为中心的 那用政权的概念 他搞死人的概念 这些都是灭绝人性的 因为人是神造的 其实是在这里面 共军进驻武汉 防物资 其缺 遏制病毒 难以遏制病毒出来 我觉得这些都 我个人觉得都 都下背了 真的 什么坦言严峻了 要文令而重了 你拿军人堵啊 谁不堵 谁是王八蛋 谁不拿肉堵 谁是王八蛋 堵啊 你自己都不敢去 你让李克强去那 你那块破肉堵的比他肥一点 多堵一点不就完了吧 咱就说开玩笑 扯驴蛋的事儿 你怎么看都是扯驴蛋呢 你那肩膀上 这东西干嘛使的 它龟缩在中南海里了 龟缩这词是 人家香港人都这么说的 对不对 鼠王子都叫 那个 那你这东西 这东西怎么 它也不是中共军队支援地方 控制疫情 这不放驴儿屁吗 陆海空拿炮打呀 谁不打谁是王八蛋 咱们不是嘛 所以这是 说防化部队进驻 进驻这个武汉 但没有见到媒体报道 它什么都行 你什么进来都成 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这就有着神的背后的背景 这是我们刚才另外一期节目当中讲了 他现在是在人的粪便里头 就在你围追 截杀 堵杀的过程中造成第二次大传播 这是神的智慧 这是神的智慧 但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这篇内容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孔庆东的态度 和中共在处理疫情时已经饥不择食了 所以用尽了所有的手段 是因为病人太多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